实际上这个非常有关 你从1990年代以后 你可以看到邓小平的政策 有一个更突出的特点 就是他更对外国的大企业更加开放 对港台和外西方大企业更加开放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在1989年的时候 他发现在关键时刻 国际社会 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 对他的压力并没有那么大 这是他能够渡过难关的 一个重要的国际条件 在就是从89年以来的20年里面 共产党的政策越来越变得非常清楚 就是说他们依靠的不是中国的穷人 也不是国际上的所谓左派 他们依靠的是全世界的资产阶级 包括中国的和西方的资产阶级 他发现只要给他们赚钱的机会 那么他们就会坚决支持这个政权 实际上在89年 他们还有一个反面的教训 就是苏联和东欧为什么垮台那么快 因为他们没有得到西方资产阶级的支持 整个西方在反对他们 持续的反对他们 持续的压力到一个关键时刻就会爆发 那么为了让共产党 中国的共产党能够长远的生活下去 他们觉得他们应该去联合西方的资产阶级 因为这个西方的大企业在中国赚了很多的钱 那么他们不仅是说服这些政治家 而且通过媒体来说服西方的公正 来美化这个共产党的这种专制统治 这样的在海外给共产党施加压力 来促使它变化就变得非常的困难 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1997年最终决定 接受这种交换来到美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认为在海外的斗争 已经变成推翻共产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问题 在中国国内要进行反抗共产党的活动 那么你多少需要一点自由的空间 比如说有些人在那发表反对共产党的言论 那么他得受到一定的保护 这样他这种言论才能慢慢扩散开来 在社会上才能慢慢形成一个团体 形成一股力量 一个势力 那么这些东西需要一定的保护 那么这个保护能来自哪呢 除了来自共产党内部的一点点的这样的保护性措施以外 主要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 而且我们通过像苏联和东欧的变化 像南非的变化等等 我们可以看到国际社会的压力还是非常有效的 也就是说实际上国内的这种反抗运动 能不能提升到一定的水平 真正最关键的因素就是海外能不能施加足够的压力 我们看到苏联和东欧成功 看到南非的成功 但是呢我们面对中国共产党我们遇到的是完全新的情况 有效的方法非常简单 就是美国人早都做过的 像肯尼迪总统和里根总统那样 对共产党国家采取一种明确的强硬的态度 而且去维护那些反政府的人 这是非常有效的政策 但是问题是在现在的形势下 我想美国政府做不到这一点 我想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刚才我们没有谈到的 就是美国人经常犯一种错误 就是他们以为他们可以代替别人做事情 而不是去帮助别人做事情 这是他们经常犯错误的一个原因 这是他们经常犯错误的一个原因 这是他们经常犯错误的一个原因